孩子静悄悄,必定在左腰 琳达仔细一瞅,果然不对劲 三个傻孩子在用口水擦桌子 虽说宝宝不在,也不至于扣死羊驼吧 丁娜擦干老弟的口水问琳达 老爸还回了吗 路易斯也觉得不对劲 早上老爸走之前还温柔地和自己吻别 这不对劲啊 琳达告诉他们,老爸指着去看牙医了 一听老爸背着自己去见夜医生 丁娜羡慕坏了 其他孩子还在惧怕牙医的时候 丁娜已经能够感觉到 自己在背这位牙医只是灵魂了 琳达觉得,这方面丁娜比鲍勃都要成熟 那家伙都老大不小了,害怕牙医 其实也不怪鲍勃 认识谁躺在这板板上 都会觉得自己抵死不远了 尤其是一旁摆放整齐的刑剧 看到牙医也只能说一句求佛 正在打索桌台的琳达没想到 门外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自己的妹妹盖尔 她最近在搞环球美食恋爱之旅 第一站自然是来白嫖老姐家的汉堡 琳达帮盖尔将行李拿到了琳达的房间 那之前,琳达先将自己在卡车服务站 挑选的礼物拿了出来 送给琳达的是一卷电视原生磁带 给路易斯的则是非常符合人设的 4小时能量饮料 即将这个馋嘴拿到了水果饮堂 比起饮料,路易斯其实更喜欢饮堂 他提出要和老哥来一场决斗 谁做的饮料最恶心,谁就获得吃汤圈 有琳达做平稳 好嘛,也是梦会童年了 谁小时候没做过把自己臭酷的臭水 只能庆幸隔壁的食客是个鼻炎 不然这气味绝对早就熏走了 更让人不敢相信的是 琳达居然真的 两口就把杯子里的饮料给喝掉了 最终因为路易斯 使用了地板上的灰尘 遥遥领先,获得胜利 竟然只能将嘴里的糖吐出来 递给路易斯 路易斯也是毫无含糊 直接吞了 老妹见姐姐这么忙 提出带孩子们去牙医诊所找鲍博 他早就想试试开车了 这边鲍博已经开始准备动刀了 叶医生告诉鲍博 虽然医者人心 但是周一自己最不想上班了 上次还不小心把针 砸到了病人脸上 嘻嘻 鲍博寻思 哥你别嘻嘻了 我害怕 他被不远处墙上挂着的吉他 给吸引了目光 叶医生告诉他 那是格雷莎 他和格雷莎看上去关系蛮好的 连牙也不给自己弄了 跑去搞弹场 结果鲍博心跳还没下去 叶医生又举着针过来了 鲍博笑得赶紧指着不远处的照片 问他那是啥 叶医生看上去是个很乐意分享身后的人 告诉他那是自己三万美元买的 分时度假屋 还有其他几个家庭和自己一起拼 自己每年有三次机会可以去住 鲍博接着指着下一个地方 叶医生看了一页 是自己和好友的合照 旁边是自己的泡妞艺术毕业奖章 他学会了说服王子三步法 只需要分三次 给好友付清九百块就行 所以鲍博的注意啊 够自己泡一次妞了 他这次不再给鲍博反看的机会 给他戴上了面罩 吸了一口 宝宝就晕了过去 两个小时后 盖尔带着孩子们来到园所 一生不愧是优秀学员 这就开始对盖尔说些撩拨话了 手还不老实地乱摸 盖尔推门进去的时候 宝宝正好醒来 将他看成了自己的老婆 上去就是一个大大的拥抱 他用力软了一下小姨子的翘腿 开始回到家以后 宝宝又委屈地向盖尔索吻 看到姐夫这恶虎扑实的样子 盖尔也有点懵圈了 顶着满脸口水 打算去街区再转两圈 直到鲍博彻底醒醒 已经在家躺了半天了 盖尔一脸惊恐地说 他们完蛋了 做了不忠诚的事 这是个天大的错误 要是还不阻止 就是滚雪球 这事不能让琳达知道 鲍博全程一脸呆滞 完全不知道刚才的事了 从盖尔那儿 听到他们甩舌头干大事时 他本就秃顶的头 更秃了 盖尔觉得 这是因为鲍博 这些年来一直压抑着自己的感觉 才会这样 所以他们要展开一段地下婚外情 鲍博完了 这辈子都完了 他无言面对自己的三个孩子 和自己的妻子 毫不知情的傻孩子们 孩子因为一颗吃过的糖 而争执不休 几元时代太想吃糖了 所以向路易斯发起了新的挑战 比比开了谁能坚持 听了泰迪唠叨他的毛巾 这次比的可就不是创意了 而是毅力 这下路易斯就坐不住了 显然他跳脱的脑回路 不能和泰迪接滚 于是糖又回到了吉恩嘴里 此时的后厨 鲍博正在找几乎坦白 好不容易鼓起勇气 将自己脱了药 请了他妹妹的事说得出来 琳达却意味着一点也不生气 因为他发现 盖尔比以前更加开心和健康了 他能提供盖尔需要的东西 所以作为姐姐也没理由阻止对吧 鲍博惊了 那要是他提出和自己人生大和谐呢 显然琳达依旧可以接受 因为他一直都知道 妹妹很想拥有自己拥有的一切 所以在他和自己的男友交往三年后 他找到了自己的男友 现在鲍博的身份 就和当初那些跳板一样 所以吃饭得打饭的 所以吃饭得打饭的漂漂亮亮的 鲍博从来不修蝙蝠 所以还是选择了自己的老头踢 吃饭时 琳达询问盖尔 现在有没有物色的对象 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盖尔的脚就开始不老实了 在鲍博腿上滑来滑去 鲍博眉头紧皱 这不妥吧 他在盖尔即将当众偷吃禁锅的时候 啪的一下拍桌而起 叫到了琳达 告诉他自己真的遭不住了 但琳达一点也不在意鲍博的感受 于是面对鲍博的 就是接下来永无止境的 来自小姨姿的挑逗 可惜鲍博真的一点兴趣都没有 什么失声诱惑 什么坦诚相待 他都只能哀嚎一声赶紧跑路 转天鲍博又来到了诊所 和叶医生砍大山的时候 鲍博听说叶医生就开始选择伴侣 因为有事搁了他 瞬间俯着心灵 他这么欣赏盖尔 他就盖去和盖尔在一起 鲍博立马同意了 一起去滑雪 叶医生还挺喜欢鲍博一家的 因为生物学证明了 孩子会促进 大人附近离交流 而鲍博家有三个孩子 更是三倍惊喜 这对他们来说是双赢的局面 车子往雪山上行驶时 车内弥漫着无声的硝烟 路易斯向吉恩下挑战书 夏生堂肯定在自己嘴里 蒂娜夹在两人中间 异常的生疏稳住 她对叶医生的渴望已经火辣辣了 不过同样火辣辣的还有盖尔 她和叶医生还真看得远了 已经在别墅门前打起了雪照 令她告诉鲍博 她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所以之后不许再亲吻自己的妹妹了 鲍博开心地向盖尔搭话 看来她和叶医生磨合得不错 而让她没想到的是 盖尔完全没被小爷吸引 一心以为家庭旅行 是鲍博为自己做的幌子 他还怪聪明的嘞 打算假装和小爷关系好 然后偷偷去了鲍博滑雪偷情 看着鲍博的惨日子还在后面呢 小爷带着他们去了各自的房间 孩子们这间尤其有情绪呀 又是包门又是蜡烛的 甚至天花板还有镜子 最后只剩下了一间房间 小爷看了眼盖尔不言而喻 包括火速将小爷自包放到了房间里 打响了促进两个感觉的第一炮 盖尔反手将包夺了回去 小爷一点都没觉得不对 孩子对盖尔进行及时挑逗 好意好意回旋标 扎这个扎内了 小爷带着大家来到了最后一站 自己家可以看雪景的按摩大浴缸 泡澡肯定要在滑雪后 他邀请赛上的众人一起去划个痛快 期间鲍勃问他 什么时候才能把盖尔拿下 他让鲍勃别急 自己的好友说服王子说了 泡妞得分三步走 先把她关在房间里 困在自己的生活中 接着侮辱自己的公主 对她进行body shape 打压她的自尊心 最后一步就是吹牛 编一个自己很man的故事 这样就能激发他们体内的性贪得症 听完鲍勃只想说 是不是PUA嘛 老弟你不会被骗了吧 小爷已经完全将她三步走 当做了自己的圣经 在房子里反复复醒 这一切却全都被蒂娜看在了眼里 换装备的时候 小爷就已经开始了第一步 将盖尔捆绑在自己身边 但到了上所道时 琳娜却忽然顽情大发 把老公给抛下一个人走了 盖尔就这样趁虚而入 蒂娜也学着撩门圣经 开始对小爷下手 到了第二步进行羞辱时 蒂娜真是急了 小爷长得太符合自己的审美了 妈不出口 到了山坡上 Bob直接跟华山走了 小爷则开启了 编造男子气概 童话故事时间 没等他讲完 盖尔就连滚带爬往下滑了 小爷觉得 这是盖尔的欲亲故纵 很好 这个女人已经成功地 引起了自己的注意 在滑雪道上 几人充分演绎了什么叫做 他逃他追 他插翅南飞 他追他也追 一整个情愫追击游击队 Bob一个脚滑 拐掉了树林里 剩下几人也紧不飞起后 没滑雪的 两个小学生在山脚下 又开始来新一轮的比拼 各自往裤子里缠血 谁先放弃谁输 两人内叫好一个死命塞呀 当下一品冰凉还要阴沉 最终还是因为 减产的太多 先一步人输了 下一个比拼 是看谁雪人堆的牛 路易斯觉得 他就是在早死 谁不知道 自己是个堆雪人小天才 今天早就料到了 所以比赛地点 他钉在了滑雪道上 路易斯将自己的糖果 放到了雪人上 就失控的鲍勃冲下来 就给雪人撞了个稀碎 糖也飞进了嘴里 飞去了老远 才终于停下来 侍女盖尔 朝着鲍勃步步逼近 为了这一时刻 他滑雪幅里可是空空如影 鲍勃惊呼不要啊 自己被印堂磕断了牙 本来就惨 还被小叶和老婆 看到两人在雪地上滚来滚去 琳娜也不愿意 听老公的话 上去就是两巴掌 这下牙彻底飞了 小叶秉持着 绝对不会公报丝绸的想法 要在无麻醉的情况下 对鲍勃进行手术 可怜的鲍勃就这样 被深母的拔下断牙 失去了印堂的吉恩和路易斯 又有了新的战力 老爹的牙 只有鲍勃受伤的世界 也达成了 丁娜看完这场惨剧后 断结了对小叶的四春 现场只剩下了四个单人 该如何清算呢 鲍勃觉得小叶 他不用那个破PUA法子 盖尔肯定早就注意到他了 但现在注意到他的 只有琳达 盖尔不敢相信 姐姐居然爱上了小叶 赶紧说自己老走就爱上了小叶 琳达就知道妹妹会这样 陪着演了一出戏 这场滑稽的闹剧 总算落下了帷幕 抱抱就想知道 到底有没有人 在意自己的感受啊 救命呢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这里是草莉莺影院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 谢谢视频 我们再见